随着中国近些年经济快速的发展 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往来 也是变得更加密切 同时也多次伸出援手 帮助其他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 因为与部分国家在某些方面存在共同的利益 所以关系就会显得更加密切 例如同斯里兰卡的联络就很紧密 目前中国正以14亿美元投资 建设该国港口城市和商业首都科伦坡 目前已经完成了该城周边的填海造路工作 并且斯里兰卡表示 科伦坡有近三分之二的面积 以99年的实现租给中国 对于中国在科伦坡填海造路工程开工仪式上 就有相关负责人表示 并没有对异度产生威胁 而印度政府还一直很担心中国在斯里兰卡稳固实力 科伦坡港口专案在2016年复工 为了不延长工期 能够按时完成填海造路 所以中国就出动中交旗舰和信仰一号等四艘超大型 帕西湾尼船 就在前不久 中国第一台出口斯里兰卡的自主小型盾购机 已经顺利通过长沙中国铁建重工集团的验收 这款盾购机直径为3.7米 但是一般的盾购机直径为6、7米或者10多米 这款盾购机将会参与西木图瓦和托林顿排水工程建设 这项工程一直都是两国涉入合作的典范 该工程是科伦坡发展的子专案 如果一旦完成 该程的内浪问题将会得到有效解决 由于该工程所处的隧道地质结构比较复杂 主要由硬度极高的片麻岩等岩层构成 隧道最小转弯 半径只有为80米 所以小型盾购机 就很适合该工程的挖掘工作 预计在今年4月 正式投入执行 要知道长期以来 中国在盾购机领域取得的进步 也是让西方国家坐立不安 而目前 中国已经成功打破了西方对海外盾购机市场的垄断 中国在该领域的不断进步发展 目前已经取得了世界先进水平 中国同斯里兰卡的紧密联络 一直持续住 虽然有部分不稳定的政治因素 但是这些并不能影响到两国的友好关系 两国的友好关系 已经持续了60年 所以目前进一步的合作 将会更加紧密两国之间的关系 评论 你